可是 没有法律规定 你就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所有人都喜欢你 就想办法把它写进法律里去 丽北决打脸的啪啪响 斯嘉丽翘丽的小脸 这一下是真的白了 苍白的楚楚可怜 我不要所有人都喜欢我 我只是想要你不讨厌我 丽北决就没有见过这么烦的女人 叽叽喳喳嗡嗡嗡的 就跟个苍蝇一样 让人想要一巴掌拍死她 同样都是女人 为什么持恩恩就没有那么烦人 这个女人长得丑也就算了 还这么烦人 上天是把金华都给了持恩恩 把垃圾都给了眼前这个女人了吗 斯嘉丽还不知道 她此刻在丽北决的眼睛里 就是又丑又烦人 她睫毛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微微地颤抖 水色的毛子委屈极了 望着丽北决 被她用郁郁还霄的眼神 望着的男人 不负她的期望 终于回答她了 那你就不要做让我讨厌的事 斯嘉丽抓住机会 马上追问 什么事会让你讨厌呢 我不知道 很简单 丽北决看向她期待的眼神 毫不留情地说 跟我说话 什么事会让你讨厌 跟我说话 斯嘉丽仿佛听到了耳光清脆的响声 刹那间脸就白了 连一旁的司机 都觉得绝叶嘴巴太狠了 太不解风情了 这么漂亮一个女生 出出可怜地 让丽绝叶不要讨厌自己 绝叶竟然告诉对方 别跟他说话就不讨厌 翻译过来就是 不要 翻译过来 不就是让人家 有多远就滚多远吗 这个不留情面的程度 她一个大男人都觉得下不来台 何况是一个娇滴滴的女生 不要跟我说话 不要出现在我看得到的范围内 懂了吗 丽北决也不管斯嘉丽下不下来台 她已经很忍耐地 没有让人把这个过躁的女人 丢出她的视线范围之内了 她看都不看斯嘉丽 快要哭了的表情一眼 转身就上了车 司机见她上了车 不敢耽误 同情地看了站在原地的斯嘉丽一眼 帮忙关上了车门 然后绕到了前面 拉开了车门 布加迪转眼间 绝尘而去 斯嘉丽就没有被这么一再地羞辱过 羞辱到 她连手里的东西都没有派上用场 她本来想着 事先假装跌倒 再拿出慈善项目的一个财政报表 请她帮自己看一看 然后接着求教的机会和她拉近了一点距离 万万没有想到 丽北决压根就不按常理出牌 她是搀扶住了她 但是对她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搞得她根本就没有机会拿出报表 更不要说是向她请教了 不过幸好 她一开始也没指望着 能够靠着这个请教问题拿下她 斯嘉丽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拿出了手机 看向了马路边隐蔽角落的方向 那个方向正好是灌木丛 远远看去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是她看到了里面一点亮光 她心情不错地勾起了嘴角 她相信 刚刚北决哥哥搀扶她的那一幕 该看到的人应该已经看清楚了 只要那个人看到了 她今天早上的目的就达到了 刚被引后林安心大胆公开恋情的 各家新闻媒体 又被一条更是重磅的绯闻 拉回了视线 有人拍到了W国 第四皇位继承人的斯嘉丽公主 和历史财阀继承人的亲密照片 顿时 网上 媒体上 全都像是炸开了锅一样 纷纷地跟进报道 世纪婚礼成泡沫 真公主赢了灰姑娘 王子花落谁家 真分手 历少已经有新欢 竟是真的公主殿下 豪门皇室大联姻 新势力走向大分析 净报 历少和斯嘉丽殿下 门口依依不舍地道别离 恋人情深抱恋情 一条条重磅的新闻 刷爆了各大媒体 因为斯嘉丽和历北角本身的知名度 网上更是热度炒翻了天 顺带着 也把持恩恩这个前女友翻了出来 又把那一天 好不容易压下去的宴会上的事情 给翻了出来 虽然这一次 有很多网友 找出了当初在临时的新闻 还有录音 例证了 持建国和顾桥梅不是什么好鸟 但是仍旧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道德绑架持恩恩 认为持建国就是再不对 始终是生父 持恩恩见死不救 就是不对 网上两拨人吵翻了天 热度也跟着蹭蹭蹭地往上涨 偏偏在这个时候 斯嘉丽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被人堵在了高峰会谈的门口 面对记者询问 他是不是和丽北爵交往的时候 他先是否认了 然后又自报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条条都和丽北爵对得上 他的这一段采访 被放在了网上之后 各大媒体都解读成了认爱 斯嘉丽这几年的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路人好感度很高 大部分的网友已经自觉自发地 在他的采访下面送起了祝福 短短的一个多小时 绯闻就像是发酵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会议室里 丽北爵在下手在他的耳边耳语了之后 突然终端了会议 直接打开了电脑 用背头放弃了斯嘉丽的采访 殿下 请问您跟丽少真的在交往吗 没 没有啊 为什么要这么问 那斯嘉丽殿下 可以透露一下你的择偶标准吗 我的择偶标准呢 嗯 我喜欢25岁到30岁左右的男生 有担当 有胆识 最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嗯 因为我从小比较崇拜英雄 所以啊 我希望他最好参过军 身高1米80以上吧 学历海外金融系最好了 会议室的几十个人 鸦雀无声地看着背头上的人 一条一条地说出自己的标准 然后悄悄地用眼神 偷描着俊脸越来越沉的男人 斯嘉丽公主殿下这个标准 完全就是为绝业量身定做的 除了绝业之外 估计找不到第二个男人 这不等于公开说 喜欢绝业这个类型吗 他们从大早上就开始在开会 所以不知道外面 斯嘉丽和丽北角的绯闻 已经是满天飞了 还在奇怪 绝业怎么突然放弃了这个采访 这个采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什么时候的事 当然了 我喜欢最重要 两个人在一起 当然是要看感觉了 丽北角拿起了遥控板 咔嚓关了投影 豁然起身 我还有事 回忆改天再看